3位藝人 3位藝人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今天這個帥哥盟女好辣醫師團 是否常常覺得自己身材不完美 常常被醉肉纏身呢 今天好辣醫師團就要來告訴你 醉肉中居然也會隱藏著致命危機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說妳的醉肉是很多女性的困擾 男生也是一樣有困擾 很多女生醉肉都在腿上腰上 或者這邊啊 腿腿腿腿肉 這個好像靠運動都消不掉的 很難 很難啊 就是讓大家來認識這些可怕的醉肉 它的威力 我們來看一看 醉肉部分密大腿纏身 會有什麼樣的毛病呢 我們來看 小心皮膚炎 骨血接踵而來 就是在皮膚科還蠻常見的 就是如果我們大腿黏在一起 其實常常會見到四種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是因為我們大腿長期的摩擦 摩擦久了就會產生 濕疹 濕疹其實就是 有可能會出現感染 感染什麼呢 感染就是一整片的 像地圖一樣圓圈狀的一個疹子 我們叫做 骨血 骨血呢 就是長在該冰的地方的一種 這個骨菌感染 很多人都是來自於 沒治療 然後像剛腳的菌跑到骨弦這邊 那怎麼跑 像剛腳跑那麼遠 抓抓 然後抓抓這樣 你可能抓的時候沒洗乾淨 你會帶上來 對啊 或者你是有什麼毛巾各方面 會帶的上來 對 沒錯 而且有很多人把襪子跟內褲 一起洗 也有可能會增加這樣感染的機會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的 念珠菌感染 念珠菌感染呢 它會像草原上面帶了很多紅心 那這個紅心上面呢 可能會帶一點化膿的現象 那這個其實就是 某一種黴菌叫做念珠菌 那念珠菌也是喜歡在潮濕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的大腿 如果一直黏在一起 它沒有辦法透氣 沒有辦法通風 一直流汗 反反覆覆下來 就會形成念珠菌的感染 那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細菌不小心 從我們受傷的皮膚跑進去了 它就會變成 就是我們所有的細菌感染 那像這種鼎啊 毛囊發炎的部分 輕則擦擦藥吃吃藥就好了 可是重則也有可能會變成 有可能是會要住院的 我們幾乎都不太去看醫師 就買了藥膏 自己問藥房的說 我這個洗澡大概是什麼樣 又不好意思給他看 然後就拿了藥膏 可是有東西 有的病啊 你搞不清楚你藥膏買錯 然後越差 範圍越過越大 那個陳藥它 有時候他們如果給錯藥膏 可能會給你類固醇的藥膏 那類固醇的藥膏 短時間的確可以讓你癢的感覺改善 可是久而久之它會 抑制那邊的免疫力 所以會讓你的細菌跟黴菌 又大肆的擴張地盤 所以你反而會越來越嚴重 保持乾爽 然後再來生活做其正常 免疫力不要那麼低的話 那應該就不會癢了吧 像有些人是因為體型的關係 或是長期臥床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的大腿就一定是永遠都密合在一起 像這種患者 我們會建議我們可以準備一個乾的紗布 或是乾的免質的手帕都可以 對 把我們中間隔開 把他隔開 因為胖的人 其實他有時候這個肉 會疊在一起 對 會流汗 對 都會疊在一起 所以你的骨血 你的整個交接處都會蓋住 所以那個地方最容易過敏 包括胸部吧 對 胸部下面還蠻多豐滿的女性 都會因為這個問題來求診 像我之前 他說他沒有這個問題 欸 你怎麼貼得很神奇啊 那我之前門診遇到一個case 是大概五十多歲的女性 她其實平常都還OK 可是因為她 後來是腳踝那邊骨折 所以她就必須要打石膏 所以導致她行動不方便 也因為這樣她就開始不喜歡活動 然後結果她來皮膚科門診是 骨科醫師轉來的 為什麼 因為她皮膚病太嚴重了 因為她都不動 所以導致她每天坐著她的那個 該逼的地方 全部都是濕濕爛爛的 然後旁邊都長了癩 像我太太腳踝 最近有一個病灶 已經差不多兩三年了 兩三年 對 我看 然後找幾個其他 一般的簡單的皮膚科 我們簡單看 都還沒有好過 我後來一直安慰她是體質不好 結果後來找我一個皮膚科的同學 我號稱女神醫 結果她看起來這麼一個小範圍 用三種不同藥膏 她說 哇 兩天就好了 還要騎乎三種藥膏 唸她說 這個陳寶仁 你不要小看我們皮膚科好不好 這每一小塊地方 是有三種不同的病 所以要用三種藥膏 所以緊上皮膚科 進到最高最低 所以你知道其實 數月是有專攻的 那我們婦產科其實另外一種 常遇到的其實是在 腹腹溝的這種小毛病 剛剛提到的 其實當然胖流汗是一個問題 可是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像冬腦腥乃草 我怎麼說呢 冬腦腥乃草胖一點點 可是因為她男性荷爾蒙的比例增加 她的胰島素代謝出問題 所以她血糖會比較高 大家了解 如果是男性荷爾蒙高 她的毛髮會比較多 分泌油脂會比較多 血糖比較高 這個綜合在私密素的地方 你毛濃蜜通風又差 血糖又高的時候 就很容易感染 包含剛剛提到的黴菌感染 還有在毛囊的地方 就很容易產生毛囊炎 很多毛囊炎 就像剛剛黃醫師講的 也許簡單的保持乾燥一下 一些簡單的軟膏抹一抹就好 你知道毛囊炎 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大顆 我前幾天才有一個 更年期的女性 其實她就是每年 很奇怪喔 每年到三節會來找我 因為她每年三節 那時候毛囊就會化膿 爆一顆 同一個地方喔 有 會跑來跑去 但是常常會固定那幾個地方 那前幾次我就給她抹個藥就好了 結果她昨天來 我看醫生也是有手針你知道 結果一擠 馬上就噴出來了 好險我現在反射的動作 還有馬上一閃 所以後面副理人員 就比較倒楣被噴到 所以那個擠青森 這有點像青森豆 小看是青森豆 嚴重會到風性組織眼 那第二個其實不一定是胖 真的有時候現在是 追求時尚產物 大家穿得太緊身密集 對 丁字褲症候群就來了 其實有時候胖一點點 可是剛好 剛好夏天到的時候 那磨到的地方 很容易就在 腹骨溝的地方 肛門的骨溝的地方 還有私密處的地方 其實這個就會 有時候磨得就很嚴重 我上上個禮拜 才剛好一個個案是 大陸來一個時尚女性 結果那天來 我很少看到掛急診 是婦科的 然後不是肚子痛喔 但是是坐輪椅進來 原來她說她下面那個毛 她說是毛囊腫起來 結果我一進去 其實是一個 八字腺囊腫 八字腺是在陰道裡面 開口一個地方 它本來是負責分泌物的 可是分泌物的開口 如果被阻礙住的話 它容易變成一個大的囊腫 大概七八公分 好久沒這種手術 刀才一切開又噴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反射動作越來越強 那一噴真的裡面是很髒 所以妳也不知道嗎 整片在身上 那一次因為量太大 是有點沒有完全閃到 手會被噴到一點點 可是那種味道就很差 因為那個八字腺囊腫裡面的農陽 有時候細菌的種類不太一樣 它會產生很不好聞的細菌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2010年年底就是腎臟發炎 是因為我就吃了裂固醇 然後我兩個月就胖很多嘛 那妳知道女生就是有一個習慣性 就覺得因為妳那麼胖 所以妳褲子就要穿挺一點的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瘦 所以我就穿了很挺很挺很挺的牛仔褲 大概兩天 我這裡就破皮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破皮就是要買藥膏啊 就藥房就買了一個藥膏 那個藥膏很厲害喔 那個藥膏我只擦了三天 我的那個破皮就從這樣 大概只有這樣吧 變成這樣 一倍 它就變很長 我就嚇了一跳 可是我剛開始就想說這可能是快好了 就是他把細菌 擴散 擴散就好 很快 不是因為那個藥房就 我那時候住東軍 那藥房就在我們家樓下 然後我每次經過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藥房的老闆 就是五六十歲人很好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騙人 可是我後來是因為睡覺 因為你知道熱 你會想抓他嘛 抓破皮就會 就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那我就我沒有去看醫生喔 我那時候聽了我的朋友的兩個建議 他居然好了 他說第一個 你在家裡不要穿衣服 不讓他透氣 然後我只要出門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也不擦藥膏喔 我出門的時候我會帶一個小電扇 小電扇不是都吹身體嗎 沒有你就趁大家不在的時候你就吹 就吹腳 就是保持乾燥 就會真的好得比較快 我後來就沒有擦那個藥膏 可是大概兩個禮拜 他就好了 我心裡有提到喔 就是藥膏種類白白種喔 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 有個病人他來 他來的時候他其實很害羞 是個胖胖的女生 那其實我們有時候 看到胖胖的女生來 他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會特別就是 站在他的立場上想 那時候他來 他最主要的主述其實是 他說他有一點微微的燒 發燒的感覺 發燒了一段時間 大概有五天左右 那他一開始覺得 只是體溫上升就沒有管他 那他來的時候呢 因為通常發燒 我們會找感染源嘛 所以我們會先問 欸你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感冒症狀啦 那甚至是比較嚴重的 可能是像泌尿道症狀 所以有沒有頻尿啦 或者是你有沒有痰 有沒有可能是肺炎 然後都沒有 我們就問有沒有傷口嘛 因為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蜂窩性堵織炎 其實是可能會產生 這個跑到全身 變成發燒的情況 欸結果其實一直都沒有 我就想 正在想的時候 他就突然好像想到什麼 他就說欸 那個醫師我可以說一下嗎 我說欸怎麼樣 他就說 他其實胯下那邊 我先講那個故事 他就畫下在很久很久以前 因為其實你知道很胖的女孩子 她走路的時候其實 是會一直這樣摩擦的 所以她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 這個摩擦就已經 裡面有濕疹 那她濕疹的時候 她當時就去跟那個 藥局的那個藥師說 她好像是會癢啊 她就不要溯下症狀 藥師就開了藥膏給她 我猜測是類固醇啦 她就擦擦擦 擦完之後 欸 越來越癢了 可是她就覺得 那就就是 就還是繼續擦嘛 就一直擦 可是到後面 我聽一下的主術 其實就有點像所謂的提現 那為什麼 其實因為一個地方 你一直擦淚固醇 它這邊 區域的免疫力會下降 同時這邊又潮濕 它就剛好變成一個 黴菌的溫床 所以它從原本的濕疹 變成了骨血 也就是所謂的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的時候 變得更癢 所以就像是剛剛嘉文講的 她一直抓 其實那時候 她在講的時候 她褲子脫下 一看 她的單側一邊 已經腫了一大圈 就是已經是蜂窩性脂肌炎了 她那是比較嚴重的 後來我是請她轉去大醫院 去住院治療 因為她那個是一個 已經快要接近 就是敗血性的一個 就是這個細菌 從周邊跑到血液裡頭 是已經在血液頭循環 產生發燒 所以其實這種 體癢啊 骨癢啊 它可能是小事 可是它有可能 你脫久了 它會進展成一個 比較嚴重的疾病 我也是跟那個 你一樣就是我這邊 長期穿牛仔褲 穿太久 然後胃膜 然後紅腫 然後加上我又想瘦 所以我回家 不讓她休息 我還包保鮮膜 擦後身霜 所以這前面很重 但我症狀跟你一樣 但我有個後面的問題 就是有一兩年 每次到最熱夏天的時候 我就第一年我還不知道 我想說為什麼上廁所很痛 到第二年 我才問我朋友說 為什麼上廁所很痛 他說你是有症狀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嗯你有外置 我在想說這跟我常常 就是屁股合起來 就是穿太緊的褲子 也沒有關係 還是跟 比較工作久站久坐的關係 其實自衝它是一個 就是 靜脈的一種 靜脈曲張 不是隨皮膚 我們的肛門口附近 有那個血液還是要回流 那一般肛門口的周圍 會有三條大的靜脈 它就在肛門口 會不會穿太緊的褲子影響 是沒有影響 有可能 或許有一點點 讓你血液循環比較差 那你可能穿得很緊 或許你就比較 你穿很緊的東西 你不會去運動 不想動啊 你可能就不想動 就坐在那邊 然後可能工作或者是要 站很久 然後又穿高跟鞋 或什麼的話 這樣子會讓這個 我們的血液循環很差 久了以後就可能會造成 痔瘡 比較容易發生 然後你把屁股翻開啊 你把屁股翻開啊 對啊 唯一能影響就是因為穿太緊 太緊啊 不想動 褲子穿太緊啊 其實我們也蠻常見的就是說 有一種症候群就是 褲腰帶症候群 就是你牛仔褲穿太緊 有時候會壓到你的大腿 就是兩邊骨 就是乾逼的地方的一條神經 所以有的人他會產生 暫時性的大腿會麻 對 一直到腿麻 就開始跑來骨科就說 我是不是椎肩盤突出壓到神經了 對 其實有時候單純就是因為你褲子穿太緊 你壓到一條表面的 外側表面的骨神經 它會讓你大腿麻 對 這也是就是 有時候就是你可能比較胖啊 你又要穿比較緊的褲子 你可能會有的問題 那我臨床上還有遇到一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不曉得那個是不是跟褲子 穿得很緊有關係 也許都有 因為她這個女生 她27歲 來的時候她是微微發燒 然後她就說她屁股很痛 然後她就自己上網查說 有個叫做 零撞擊症候群的啊 她走路會痛啊 是不是屁股會痛 所以跑來找骨科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問一問她 對你有沒有外傷跌倒 運動拉傷什麼 她都沒有 她說我說就是前幾天的工作啊 就是她只是 褲子穿太緊 她坐比較久這樣子 對 那很奇怪 這個人後來檢查出來 她肛門旁邊長了一個那個農包 對 那她就是由屁股痛來表現 所以就有時候 褲子穿太緊出了對皮膚的刺激 有時候對於可能我們生殖器啊 或是肛門附近的一些健康 血液循環會有些影響 我這邊想要分享的是 因為我在急診室工作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遇到 一些發燒痠進來的病人 那個病人 我們目測看她大概是 150公分80公斤 就是人很大一隻 那進來的話就是發燒到39度多 然後呼吸很喘 就血氧濃度不到95這樣子 褲子光 抽血 導尿都要幫她做 那因為這個病人呼吸很喘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 而且人用很大隻 他可能不適合下床去廁所上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幫她用導尿的方式 流那個尿液檢體 通常我們導尿大概都一個人就夠了啦 但是因為這個病人實在是太大隻 那個肉就疊在一起 我們要幫他用剝開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出動了兩個人這樣子 那一個人幫人剝 把肉撐開 那一個人放導尿管 那這個病人 我們在幫他做導尿的時候 奇怪他旁邊就是有一些 骨溝的地方有一些穴穴 很多白色穴穴 然後有一些濕疹 紅疹這樣子 那因為他其他皮膚也有一些 很奇怪的疹子 所以我們怕是感染 一些像戒窗那一些 所以我們就是又照會 皮膚科醫師來幫我們看 那後來確定是濕疹 我們就比較安心這樣子 那導尿完 那個剪體一流出來 我們就發現天啊 怎麼這麼濁 這個味道也不對 顏色也不對 那送剪體果然 泌尿道感染就有了 這個病人我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 長期有穿長褲 然後一些通風不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清潔 照顧也不好 所以導致他泌尿道感染啊 發燒然後又濕疹這樣子 好 最二的部分 虎背蝴蝶袖好腦人 我們看一下 傷心頸椎僵直啊 椎肩盤突出 其實我們在對於這個肩頸的這個部位啊 其實我們比較常有概念的是 大概是懷孕後 對我們知道懷孕的過程當中 好像這一塊都會變得比較厚 乎龜背 對 除了就是懷孕過程當中 也許脂肪堆積啊 一些骨骼筋膜的一些位置的重整啊 導致你的脂肪堆積又怎麼樣重新分佈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臨床上很常見的是 我們的確 大家應該最常看到這樣的姿勢嗎 對 尤其是現在其實桌上型電腦又越來越少了 就以往還比較多 現在幾乎都是筆記型電腦 對 然後是Pad 就是直接一個iPad 所以其實即便是筆記型電腦 你的螢幕其實是相對的比較低的 我們很常的姿勢是往下看 嗯 然後其實你們 大家都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使用電腦的姿勢 往往都是手跨在上面 然後往下看用電腦 其實你這長久姿勢下來 你的肩頸這一塊是聳肩的 對 你的頭是有點往前掉的 就很像這個 這個手板裡面的這個人的這個姿勢 對 所以是肩頸的這一塊 因為你常常盯3C 你比較少在運動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一個頸椎的健康 印象很深刻有一個 也是二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上班族 她說她就是需要文書處理的 而且她是設計師 她需要長久用電腦 然後使用滑鼠 所以她就是會肩頸痠痛 而且她特別的是她整個右手 會比較酸麻不舒服 那這種症狀你聽起來 你也會覺得說 因為她很年輕 然後又不舒服 然後她的工作職業所需 大概就是電腦用太久了 所以想說 就讓她照S光 然後回來再看 結果二十幾歲喔 回來S光 就很明顯的看到 她整個頸椎 我們頸椎的弧度從側面看 應該是要微微向前突出的 我們稱為Lodosis 向前突出 她整個是往後的 然後她有很明顯的 椎間盤的狹窄 二十歲而已喔 對 就是二十幾歲 她就很明顯的在S光上面 可以看到椎間盤狹窄 就是多半這樣子的一個影像的發現 配合她的臨床 我們大概都可以直接下診斷 你一定有 椎間盤突出 壓到神經了 對 這很少在年輕人上面見到 比較常至少都是四五十歲之後的 中老年人以上 可是以後你們照X光是發現 正常那個很清晰 然後 哇 這二十幾歲 這麼直耶 像黃彥均的有幾個 他永遠都是這樣子 這太 他如果說我們 他們這樣子性質就要演 他你前面知道 我覺得他太直了 我講真的 可以以為開玩笑 將來拍拍拍拍拍 這張正的耶 難得這最近十張 你會看到一張比較正 年輕人哪個不都這樣 對 因為現在姿勢啦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虎輩 這個姿勢長期下來 血液循環 你的肌肉過於圓縮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這一塊很硬 我覺得你都先回去檢視一下 自己的生活 你日常生活花多少時間 在做這個姿勢 在用電腦在滑手機的耶 或是就是靠在床上這樣子動 不可不及 過班馬上還要滑手機 對啊 整個他還在慢慢的 走到滑手機 經路人走在等紅綠燈在走的 公車上等 所有人都在滑手機 沒有滑手機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 24歲的上班族 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穿制服看不出來 可是上大學以後 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穿便服都那麼難看 就是他的肩膀都是 肩線都是一直掉下來的 那等到開始工作過後 連蝴蝶秀也出現了 可是他其實才 160公分 52公斤而已 還好 但是別人都以為他60 他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會變成 看起來有肥胖的感覺 那他也不以為意 直到他真的開始腰痠背痛之後 他就覺得 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然後來醫院檢查之後 發現還有脊椎測彎的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來幫他調整以後 就是請他回去 要靠牆站之外呢 還要加強背部的訓練 所以他之後大概過了一季左右 他穿衣服比較好看 然後背包包也不會一直掉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整個腰痠背痛 駝背的狀況也改善了 所以在這邊就是想要教大家一個 其實在上班或是日常生活 也可以做的美背運動 首先我們就是手 向前 交握之後呢 把它抬高 之後我們拳頭打到 頸部下面的地方 就可以回來了 你就開什麼玩笑 對 當然衣服要選擇一下啦 就是我們這一種 不用不用 可是他叫我們交叉呢 交叉也可以嗎 不要交叉嗎 不要交叉嗎 不要交叉 但是一般的交握就可以了 交握啊 然後到後面打到 你不能說你練了十幾年拿來 你等一下弄一弄 我們都送行診 對 因為如果沒有做習慣的話 就是慢慢開始 那這個動作的話 不僅可以鍛鍊到背部 讓我們原背的狀況可以變好 這樣子的時候 還可以拉到我們的扇頭 對 就可以交付別秀 對 但是我的問題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不會看到我的背後 是我媽注意到的 因為那個 雖然我不是非常的胖 可是 就以前穿內衣的時候 肉不會溢出來 然後那一陣子 我也沒有變得比較胖 可是我媽說 為什麼穿內衣這邊的肉跑出來 你說旁邊上下 然後我就去量體重 發現我沒有變胖 就是沒有很明顯的變胖 然後我就說是不是因為我 有一陣子沒有工作 常常窩在家裡 所以我就是 就是那個沙發 看電視的時候 就是我反而不是這樣子 我是這樣子 然後就變厚 然後就是找不到原因 肌肉消失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 對 所以你一週沒有運動 你可能 都有可能可以消失到 10到20%左右的肌肉 所以體型改變是蠻正常的 大家其實家裡都有寶特瓶 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練 都是練前面的肌肉 可是除了這個肩膀 我們後面肩胛骨那邊的肌肉 通常都是沒有被練到 所以你常看到很多人 會在後面那個地方 有壓痛點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拿著 比如說寶特瓶 然後以側面來講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這樣往後做 你就會發現你中間的肌肉 它是有在收縮的 所以你其實可以兩個寶特瓶 這樣子往後練 偶爾的時候練一下 我們後背的肌肉 他也比較可以應對痠痛的現象 我這邊就是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是就是比較 年紀比較大的一個婆婆 她是一個70幾歲的老婆婆 她就是駝背的很厲害 那她同時又有一點 骨質疏鬆的問題 那她來看我們的門診 就是她 右邊的人上面肚子痛 她就怕她是肝臟有問題 有時候還會痛到一點 右側的腰啊 右後背這樣子 她就覺得會不會是肝有問題 膽有問題 所以跑來看肝膽科 那我問者你就覺得這個不像 這看起來不像是腸胃或肝膽的問題 我就看她的一個姿態 就是因為駝背很嚴重 我就覺得不太對 我就說 你這個有時候有可能是腰椎 可能因為老化啦 骨質疏鬆 一些問題 腰椎可能會有一些 椎間盤突出 或者甚至是一些 壓迫性骨折 然後造成你的這個 我們有所謂的肋肩神經 它是從這個腰椎這邊發出來 有時候這些神經被壓迫到可能 因為這個肋肩神經會管皮膚 可能你前面覺得肚子痛是皮膚痛 可能是肋肩神經被腰椎壓到的關係 就去給她造了X管 後來就發現她是胸椎的第十二節 和腰椎第一節那個附近 它有那個壓迫性骨折 所以她就會背痛 然後又延伸到前面的肚子 她就以為是她的肚子痛 後來我們就拜託骨科醫師幫她打一些骨水泥 因為她年紀比較大 好像評估覺得也不太需要開刀 幫她用骨水泥注射的方式 後來她就有改善 這個我補充一下 那個壓迫性骨折 往往她不會走背痛 她真的會痛到前面 而且很多人會痛一圈 然後這樣子說她痛 對 所以她可能真的就先跑去草腸胃 她可能忘記自己有跌倒 而且有的她不會跌倒 她沒有跌倒沒有外傷 她一樣會自發性的壓迫性骨折 對 我那個婆婆可能就是自發性的 因為我問她她就是沒有什麼跌倒 她就是痛前面 所以她以為是肚子的問題 結果後來其實是她的脊椎出的狀況 那婦產科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們說的脂肪是可以移動的 那脂肪移動不是你今天想搬這邊 就搬到這邊來 所以可以移動就是 你那個地方越不動 它就越容易沉積在那邊 以我們婦產科的概念來講 以前產後大家都很重視什麼 肚子大一塊 屁股可能大一塊 側腰大一塊 可是這幾年我們發現 尤其都會去媽媽體重控制得很好 所以肚子沒有剩那麼多 可是有另外三個地方出來 一個叫做 因為她這個背真的會變大 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這個胸部變大 這邊支撐力量也變大 第二個她可能比較累要躺著 還有餵奶這件事情都抱著 第二個部分就是蝴蝶秀 所以虎背熊腰這個蝴蝶秀 還有一個是蜜大腿 因為現在大家褲子越磚越緊 大腿打架 本來沒打架的人 變成打架的人 其實她心理壓力會非常的大 像我們現在產科 現在重視到產後恢復你 以前大概只重視肚子跟側腰 現在有另外幾個排行榜出來 更多人是做蝴蝶秀 像雅筑剛剛提到的 當你虎背熊腰加蝴蝶秀 其實有一個東西會變大 胸部會變大 可是很可惜是腹子變大 腹乳 腹乳一定會變大 她身上胸部不會變大 因為這一塊一脊 反而是增加很多 所以怎麼樣去改善他們 當然如果以現在懶人型的做法 醫療當然可以協助 現在有所謂的局部的體雕 像你做一些按摩型的 有一種機器叫LPG 它可以把你脂肪血液循環改善 它短時間一定會改善 另外一種 那既然多了 假設是脂肪的話 那把脂肪移除掉就可以了 很少人願意去做 像英美有很多打脂肪嗎 有 現在體外的消脂肪的方法非常多 當然抽脂是一個方式 可是絕大部分不太願意去做這樣的抽脂 那包含超音波刀 現在的所謂的冷凍減脂 也是一個很好選項 像美國現在新進來一個冷凍減脂 她已經拿到六個專利 所以女生只要想要做她就可以 我們講冷凍減脂的基本概念 4度C經過一小時的一個長期的刺激之下 血液不容易經歷過去 那個脂肪就會壞死掉 慢慢壞死掉 對啊 當這個研究 以前這個研究很有趣 但是最重要是 以前是做大塊的脂肪才會有效 現在她已經慢慢的連股 局部的這種 這種其實都可以改善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回歸到一個正常的邏輯 其實運動才是最好的 但是運動要花時間 那最重要是怎麼樣去避免它 就是那個地方不要不動 大家不要當不動冥王 坐在那邊不動 其實我以前做過一個實驗 我以前 我們家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幫庸協助的時候 哇 那時候好高興 每天都不用倒垃圾 所以吃完飯就開始躺在那邊 看電視啊 對 所以就全部都到背部去了 那時候我做過實驗很好玩 我做兩個禮拜的實驗 你平躺的時候很快 哇 你背這一塊就變大 那你後來沒有平躺 我就用坐的 屁股就變大 所以這個跟書上寫的是一樣 就Dependent part 就是你不動的地方 它就會臀肌 臀肌的地方 它就會跑到那邊去 其實就是脂肪跟肌肉的 那個體積其實是4比1 就是你一樣的體重 可是如果你是有運動 讓它變成肌肉的話 它其實體積是會縮小 所以你體重不變 可能整個看起來 就比較不會虎背熊腰 那我這邊要分享一個 是在皮膚科診斷 一樣是虎背熊腰的case 可是它不是因為脂肪的臀肌 它是有糖尿病造成的 那這個case是大概50多歲的中年男性 那他來的時候求診是 太太陪著他來 然後主訴就是他覺得後頸部這個地方 後頸部以及上背部還有肩膀 這個地方變得硬硬種種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那個地方好像 凸一塊在那個地方 我有沒有看過這個 嗯 凸一塊在那個地方 他一開始本來以為他是變胖 所以也不以為意 這個好像在那個夏威夷彈倒景氣 對對對 對不對 他本來不以為意 可是後來就發現 他這個變胖的地方怎麼越來越硬 開始硬到有一點像 橡膠跟木板的那種感覺 硬硬的 後來我們一看到這個case 我們就是想到一個比較少見的疾病叫做硬種病 馬上就幫他安排一個皮膚切片 然後幫他就是做一些抽血的檢查 最後確診他是屬於硬種病其中一個牙群 就是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控制不良 一起的皮膚底層的一個變厚 那這個一旦出現了很難到百分之百回復 所以我們大致上只能幫他做局部的治療 譬如局部注射的治療 以及局部照光的治療 改善他的那個硬的症狀 讓他不要影響到他的生活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罪惡部位 腰腹罪肉甩不掉 又來了 小心暗藏腫瘤 罹患機率倍增 其實我們復刻真的是 女生是一個全世界最會疑神疑鬼的性別 也只有兩種性別 為什麼 但是因此你們可以活很長久 因為小病就會跑來 我們每人常常遇到覺得肚子變大了 他跑來他說 我懷疑我一定是長腫瘤 但是結果呢 我一摸還有超音波一看 是脂肪 真的是脂肪 真心 絕大部分是脂肪 尤其是左右鄰居或朋友有人長腫瘤的時候 他就會害怕 不過我覺得 間別診斷的最好方式 有一些簡單的方式 像我們稍微簡單彎個腰 你一夾 如果是腫瘤有一個特性 脂肪的特性就是你一夾 抓得到一塊東西 不好意思 那就是脂肪 但如果說一夾 奇怪沒什麼東西 可是肚子鼓鼓的很深層的地方 那真的是裡面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肚子裡的腫瘤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它一定持續存在 你如果摸的固定位置 大概坐在那個地方有 那個腫瘤的機會就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今天有明天沒有 反而不是 那剛剛提到除了脂肪以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叫做 因為我們現在做運動的人越來越多 你知道運動一做的時候 我們手會抽筋 你肚子也會抽筋 可是那個抽筋不是你想像中的 會結成一塊 那有時候就好痛喔 然後就摸到一塊硬硬的 他好像就擔心這腫瘤 其實是前一兩年 兩天運動過度 那肌肉收縮在一起 隔一天又不見 但不管怎麼樣 肚子的腫瘤 以及那個腹臂的脂肪 哪一個比較重 你比較危險呢 其實我覺得還是心態最重要 為什麼 我有時候來我還是會看一下 看一下身材 我會給一些建議 我自己身為醫師界胖子的代表 我很清楚 胖不太好 但是呢 太瘦也不太好 最重要是要保持好的體能 我大概只要看到重一點 我都會規勸他要做減重 那怎麼樣去評估重呢 以前最早就是單純體重 可是體重不公平 有的很高 有的很矮 像剛剛150公分 80公斤當然是重了 所以後來慢慢進到BMI BMI就是身高除以體重的平方 對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它就跟身高做一個平比了 可是最終現在最重要的概念 還是跟脂肪有關係 可是脂肪又分好幾個升級喔 有一個是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其實是塑形跟脂肪用的 我個人覺得太少脂肪也不太好 像我每次跌倒 我坐下去 我在整間滑倒的時候 我都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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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們地骨有肉 可是更重要的是 所謂的內臟脂肪 所以現在在包含之前 新一個人的期刊 最近有太多研究 對人類最不好的其實是 內臟脂肪 是內臟脂肪 那內臟脂肪 不可能每個人都切進去 那我知道像嘉義科 或者減重科 他們就很多 我們現在測的電阻 就可以測出來內臟脂肪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測量 最簡單的還是 所謂的 腰圍 那腰圍 大家知道男90女80 是一個參考字 對 可是現在有人就說 那我個子高啊 我男90女80也不客觀 所以其實更客觀一點 是腰臀比啦 腰圍 臀圍來比的話 其實它如果真的大害多的時候 癌症的風險值 不是只有肥胖喔 現在連癌症的風險值都增加 所以因為我自己當 內科醫師 對 我們自己當外科西醫師 其實我們到後來 很多外科西醫師 到45歲 50歲都開始減肥 就是因為開到 到後來越來越多 每次開到很胖的病人 就會嘴巴一直揍罵 就想到自己 後來想想不要害別人 哪一天我們也會變人 被開刀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減重 不過減重就是現在開始 永遠都不遲了 我這邊遇到的是 反而她不太在意的一個大姐 大概50歲左右 她其實160公分 48公斤 就還蠻標準的 對啊 在一年前左右 她慢慢就覺得 腰圍有變大 可是體重是沒有變的 她就想說可能真的老了 新陳代謝下降 所以就來醫院想說 問一下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提升新陳代謝的運動 就來做 結果還是沒有改善 有一天她就覺得肚子不太舒服 然後就去看了中醫也沒有改善 結果之後我們就說 要不要去照一下腹部超音波 結果一照出來發現已經 腹水裡面有3000CC了 為什麼 就是卵巢癌 對後來就是趕快的去治療 過了一陣子之後 結果其實她的肚子有消 但是又慢慢變大 但她還是不以為意 結果再去檢查發現裡面有 5000CC的腹水 所以其實她的卵巢癌的癒後沒有很好 所以她就是有在跟我們說 其實如果我們的體型突然的改變 就是真的還是要好好的去檢查 就是寧可大驚小怪 也不要是錯失了黃金級的質量 不要不在乎 對 其實我有遇過類似的案子 就是她也是肚子很大 四肢很瘦 那這個女生一開始來急診 她的主術是說 她最近就是一直拉肚子 然後肚子很脹 鼓鼓的不舒服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問出來 因為很多女生現在都是會減肥 然後就是去買一些 可能來路不明的中藥 或者是一些藥物這樣子 那吃一吃 一開始拉肚子 然後她自己覺得 四肢是瘦的 覺得好像有效果這樣子 但是後來 肚子就不然就鼓起來 她覺得 四肢有瘦 但是肚子怎麼變大了 後來就來急診這邊看 而且又不舒服啦 抽血檢查出來就是一些 那肝臟功能 跟肝臟功能都不好 就是肝指數也飆高這樣子 那然後還有一些附水 她附水也是很多 但是因為可能第一次抽 不要抽太多 就是只有送去做檢查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診斷成 這部分就要跟大家呼籲一下那種 體重控制的藥物啊 當然是說 有時候是蠻有效的 可是 我個人是覺得說 沒有需要還是以 運動啦 飲食控制為主 那假如你真的 你很需要很快速的 短時間 要用一些藥物控制你的體重 你還是在吃藥前 先抽個血 做一些檢查 去排除你有沒有 甲狀腺的疾病 肝腎功能不良 這樣子 安全用藥讓醫師有一個 憑據也比較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聽到很多例子 就是說 寶仁哥都說 女生都會疑神疑鬼什麼的 我現在來為大家 女性朋友平反一些 我們就是講一個 有點哀傷 但是又非常幸運的一個故事 我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她是個很年輕的女生 大概28、9歲 她長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非常非常的瘦 然後又高挑 皮膚很白皙 一進來我的整間 整個就是 粉紅色泡泡 花都灑出來了 好美喔 對啊 我的心情變得非常的美麗 很開心這樣 那她就是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她雖然長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她一直困擾 她是一個小富婆 她肚子很大 她的小肚子很大 然後她有長期便秘的問題 她覺得非常的困擾 每次穿這個很合身的衣服 就有一塊比較不平整 她就非常的覺得很沮喪這樣 她來就是希望說 她覺得這個是 是不是她便秘太久素便 她是不是我們可以處理她素便的問題 而且她都說她有時候便秘到甚至有時候 肚子摸起來裡面都硬硬的 一塊一塊她就覺得很討厭這樣 那我就先幫她檢查一下腹部 結果一摸就 不對喔 這個硬硬的摸起來不是素便 然後就 我們就幫她做超音波檢查 結果一檢查 她骨盆腔裡面有一個 八公分的骨盆腔腫瘤 超級大 所以她一直以來都以為那個是素便 結果不是 那根本是一個腫瘤這樣子 那我本來覺得不太妙嘛 因為前面講 寶仁哥也分享過 有可能這種是卵巢癌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子宮的相關癌症啊 結果非常的幸運 後來我們轉診給婦產科醫師做檢查 她確定是一個 良性的卵巢腫瘤 然後巧克力囊腫那種 然後後來就經過不相信開刀啊 她整個小腹就平了 非常的漂亮 我以為非常幸運是因為遇到你咧 我以為你要講佩哥 那後來她要去哪裡了 後來喔 我藝人最強的就是維持身材 因為工作的關係 很難嘛 疫情維持不錯啊 妳怎麼 你們這樣看覺得我維持得不錯 其實應該這麼講 女生真的懷孕 然後生小孩之後 我就發現那個肚子的那一圈齁 就是鬆齁 然後 欸 誰是點啊 其實我懷孕算是很幸運 我懷孕的期間我才胖8公斤 然後我去月子中心的第三天 我體重其實就回到48 這個就是懷孕的模範神 對 但是問題是我是在去年 因為有一陣子在購物台的工作 因為很密集然後壓力很大 我長期便秘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就會發現 欸我的體重其實 從以前的48公斤 一直到後來變成52 53 那我就會開始有點擔心 因為就是這一圈 那後來就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要好好的保養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說實話 做運動對女生來講 尤其是我們這種工作 就是要播出時間有一點點難 那後來其實我是聽到 人家是講說 油切油切這種東西 就是耳茶樹 那耳茶樹其實我也是聽 一個就是圈內的朋友這樣 然後也有空姐的朋友介紹 後來發現我 常常會叫我起床 會起來上廁所嗎 會 而且它不是很會拉得很不舒服的那一種 它這就是很順暢的那一種 對 能促進腸胃的乳動 對 其實這個耳茶樹它本身在我們 促進新陳代謝 本來就有一定程度的好處 所以比如說有一些想要減重的女生 她如果問我說 她不敢喝水她要喝 哪一種類型的飲料的話 我們會說像是 海和耳茶樹比較多的 像綠茶這一類 對 所以其實耳茶樹本身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那另外其實薑黃 它本身的膳食纖維 跟礦物質含量是很高的 它的膳食纖維100克 有21克的膳食纖維 所以它其實膳食纖維多的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成為動 海變 跟讓我們的糞便的體積變得比較多 對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我可以建議說 如果大家有在吃薑黃的習慣的人 你不妨配豆漿來一起吃 為什麼呢 因為薑黃是脂溶性的 所以比如說你在吃薑黃的時候 其實你倒可以搭配一個餐點 比如說你吃飯的時候 有脂溶性的東西 會吃到油類 或者是一些肉類的東西 再不然就是可以搭配一個豆漿 其實這樣會讓它的吸收度是上升的 我們剛剛提到說腹部肥胖 很多人其實他是並不知道 它裡頭的腹部是突出還是 其實是裡頭有腫塊的 那我之前就遇過很有趣的案例 那他就來 我都印象很深 是因為他一直會講 他這邊比較胖 我想要先瘦這裡 那我就一直跟他說 其實瘦身是全身的 你其他地方瘦這邊就瘦了 我也沒有很在意 可是因為我們在 不管你說什麼減重或什麼治療 我們通常會做全身檢查 那時候我們就會做那個眼皮下 其實大家不妨可以 如果有人頭暈啊 擔心貧血 你把你的眼皮下往下拉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血色的黏膜的組織 如果你是瘦血的人 那個黏膜組織會是像泛白 就像白紙一樣 那那個人一撥 不對了 這個是白的 那我當時就想說 好 雖然是減重 那我們該做的檢查還是做 結果後來一直檢查的話 它其實是所謂的缺點性瘦血 那其實我們這邊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缺點性瘦血 我們一定要找出血的原因 那他又是女生 然後他又有這個瘦血 我們就一定會找婦科 所以當時我們共同跟婦產科一起看 他在腹部有個子宮肌肉 其實已經8到10公分左右 那他其實一直都認為 那樣的M4量是正常的 所以他長久的時間 他其實都是失血過多的 後來這個腫瘦 他是把它拿掉了 所以他下一次來 他就覺得滿意度非常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同時肚子也消了 然後就是他等於 他找到了疾病 然後肚子也消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就是 你有警覺也好 或是你有一個固定的醫師 在跟你共同搭配也好 其實比較有機會 會找到你身體的問題 對 其實我個人就有很大的體驗 我在固定有運動之後 我每天早上都是 9點10點1點上升 對 而且是非常標準的時間 而且生活作息 你的水就會大量喝 以前你不愛喝水 可是現在自動會去找水 表示你體質在改變 對 比如說你吃東西 以前要吃到這種量才會飽 可是你現在吃到一半你就飽了 表示你身體已經在正常運作了 是 所以這種東西當然就是 你要運動前加這個 你會代謝更快 更快 然後你第二天排便可能又更順暢 對 不是說你不運動 光靠吃這個 效果不髒 對 生活節奏這樣加快 肥胖日益嚴重 我想肥胖當然就是個病 我們以前也常常被人罵胖 現在還是被罵 但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規律運動它搭配良好生活習慣 相信大家越來越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很多人總會嘗試很多種的減重方式 但是老是減重不下來 有可能因為你用錯原因 減重的飲食控制通常分三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限制卡路里 第二種是限制油脂 第三種是限制糖分 哪一種比較好呢 日本有個研究針對232個 有肥胖問題的人去做分組 第一組人是嚴格的限制卡路里 跟限制油脂的攝取 第二組的人是限制卡路里攝取 但油脂並不限 第三組的人是完全不限卡路里 也不限油脂 但是控制糖分攝取在120克以下 結果發現第三組的減重效果最好 因此若你未來有減重計畫的人 不妨在每一餐的糖分 控制在20到30克以下 你就可以達到好的減重效果 最近天氣多變化 是否也覺得您的膚質 和天氣一樣陰晴不定呢 其實只要做好保濕 就可以預防皮膚的粗老肝荒 神經吸胺是我們角質細胞間 指質最重要的成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維持皮脂膜的完整性 幫助我們抵禦外物 因此若能適當的使用一些 添加神經吸胺的保養品 的確可以幫助我們加強保濕 此外動物實驗也證實 從牛奶中攝取一些神經吸胺的前驅物質 也有助幫助我們抵禦乾燥喔 所以要聚當乾妹妹 讓我們一起補充神經吸胺吧